有人說說 很疑惑人心 我在跟玉婷姐定妝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有發現這件事 但是我們樂此不疲 我們就是希望她的角色 能夠有一點 很不一樣的造型變化 尤其在髮型上面 所以真的有完成這件事情 我對我還蠻開心 對了 妳知道後來Rebekah 跟總經理有一腿嗎 謝宇軒在不夠善良的woman 飾演女強人主管Christine 造型被說 超像超人特工隊中的依夫人 讓不少觀眾印象深刻 參加精品開幕活動 連現場的攝影師們都超愛她 謝謝我們現在麥克風 現在可以吸引我們 這怎麼樣 這邊意思 中間 對 這邊用嘲哈的意思 剛才在講什麼 好 光泡聖女大哥拍照到現在 第一個有稱讚漂亮的就是 其實他都是看這邊 看這邊就有點漂亮 對不對 有人說說很像依依未人之日 我剛才跟玉婷姐定妝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有發現這件事 但是我們樂此不疲 我們就是希望她的角色能夠 有一點很不一樣的造型變化 尤其在髮型上面 所以真的有完成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滿開心的 我跟玉婷姐都還滿滿意 那個髮型的 那因為她有時間線上的變化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是還滿希望 她就一直是短髮 但還是想要讓觀眾理解 她時間點的不一樣 所以有另外一個髮型的造型 是演得比較有心機的角色 對不對 真的嗎 我覺得還好 她就是有一點不夠善良而已 還沒看 但我現在留著最後兩集 還沒看 對 今天晚上就沒看 你看那邊有錄那個 音樂影片有一次嗎 那種有拍子嗎 表現在一個的 有耶 我有在發露耶 我覺得她表現得很好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影后的 那個殺青酒的時候 她就有小露兩手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 沒有想到她是這一路的 我當然就是一定要看 然後我也希望她能夠 寄生就是姊姊這樣子 自己未來有可能想說 要嘗試這個 像她一樣 要當姊姊要有一個很好的體力 還要有多項的才藝 那我的才藝其實說來並不多 所以我就先在第一關的地方 就自我放棄 也太快了吧 實在太謙虛 而憲宣也透露 近期才剛結束拍攝 也期待能再看到更多面貌的她 完全一樂 連平原高於展採訪報導